这个呢 这个哪块我看过 那个蒙毁山拿 然后你提 我给你提好 你给你提 你给你提 警察人员进到五金行内 没一样商品仔细检查 原来他们货报 这里有超量的爆竹烟火 果然没多久后 从店里搬出一箱又一箱的纸箱 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烟火 重达三百多公斤 综火药量将近一百公斤 大量囤放 一销趁着过年期间贩售 就不知道规范 我们已经错了 已经成功了 那时候你就没收了 我们就被罚款 新闻市中和这一间五金行日 且被消防局查出 有超量储存的爆竹 爆竹烟火管理条例 也得最高恐怕得面临 三十万元的罚款 烟火爆竹要贩售 总重量和火药量 都得要遵守规范 摔泡类的烟火 总火药量不得超过五公斤 而一般的爆竹烟火 总火药量不得超过一百公斤 购买和贩卖 都要有建党的登记 而在外包装上 还得要有消防署的任何标示 店家和摊贩不用申请 都能够贩售爆竹烟火 业者想要趁着年节打牢一笔 还是得多留意规范 避免违反法规得不偿失 TVB的新闻和江江源曼新闻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